大家好,我是李小明律师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诈骗罪司法观点7 诈骗为谁应当定罪处罚的情形 孙嘉英诈骗案案例1321号 孙嘉英2020年打印虚假宣传单3000份到处张贴散发 虚构北京市希望工程志愿者协会的名义募捐 并谎称有口罩购买渠道 截止案发没有人转钱到孙嘉英的微信二维码收款账户 西省区法院判孙嘉英诈骗罪10个月 司法观点孙嘉英已开始实施诈骗 由于被民警及时抓获而为得逞 是犯猪为谁 但在疫情特殊时期假借抗疫进行诈骗 主观恶性大 社会影响恶恋 孙嘉英的行为属于 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 按照3到10年刑期的未税状态 可以减轻处罚 大家看下来 大家看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